警方同大华银行展开联合行动 成功阻止超过900名的存户落入诈骗陷阱 避免了519万元的存款转移到骗徒手中 警方尽早发表文告指出 当局在上个月的15号到这个月14号 同大华银行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联合行动 及时的阻止潜在的受害者汇款给诈骗集团 保住了超过519万元的存款 警方的反诈骗中心和大华银行 采用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 通过分享和分析信息 包括信息共享和处理 以及集体向潜在的诈骗案受害者 发送手机简讯警报 行动中警方同银行实施追踪了 700多个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向 并迅速的识别将资金转移到 诈骗分子户头的账户持有人 及时向超过1300名潜在受害人 发送了手机警报 许多潜在受害者是在接获警讯之后才得知 自己成为了骗徒下手的对象 感谢你